下来关注东海岸水灾灾情 截至中午12点 吉兰丹和登加楼一共有21,259名灾民被迫疏散 其中登加楼灾情最严重 有12,609人受灾 吉兰丹则有8,650人必居临时疏散中心 尽管雨是已经缓和下来 但是丹州和登州大部分的主要河流 水位依然处在危险水平 登加楼和吉兰丹分别启动了228个临时疏散中心 收纳超过6000户家庭 由于人数过多加大了防疫难度 卫生部指出登加楼新增两人确诊新冠肺炎 累计25宗确诊病例 当局已经将患者和其他灾民隔开 安置在特别的临时疏散中心 卫生部澄清疏散中心并没有爆发感染群 目前单登受灾最严重的两个地区 是刮拉吉赖和甘马晚 登加楼的尼鲁斯河 德里旺河 龙韵河 还有甘马晚河依然处于危险水位 吉兰丹方面 吉兰丹河和哥勒河 同样处在危险水位 地区